地球真的在发生颠覆人类命运的转变吗 科学家警告 大气氧含量获回到24亿年前 我们都知道浩瀚宇宙中有数以万计亿计的天体 而地球呢 只不过是其中一颗小小的行星 是什么让这颗蓝色星球区别于其他天体呢 没错 地球作为宇宙中的一颗特殊星球 是因为呢 它拥有让生命物质存在的条件 及有适量的光和热 液态水是一生物生存的大气层 大气层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大气圈 这个圈子厚厚的包裹着整个地球 在地球引力的作用下 大量气体下沉聚集在地球表面 形成数以千里的大气层 这个气体密度呢 自地面往上将会越来越厚 有报道称呢 探空火箭在3000公里高空 仍发现有稀薄的大气 因此有人认为 地球大气层的上界可能会延伸到 离地6400公里高 可见大气层覆盖范围之广 厚度之大 自地表起垂直向上看 大气层呢 一般分为五层 分别是对流层 平流层 中间层 热层和外溢层 其中呢 对流层是与地面最为接近 也与人力关系最为密切的一层 我们所熟知的风雨雷电等天气现象啊 便是发生在对流层 在对流层中主要含有氮气氧气 二氧化碳 甲烷 臭氧以及一些流化气体 其中氧气啊 便是我们人类最常能接触到的气体 在人类的生产生活中 氧气除了能供给呼吸外 也被应用到各种化学工业的反应中 我们习以为常的燃烧反应啊 也需要依靠氧气来实现 那氧气是如何形成的呢 它的含量是恒定不变的吗 科学家为何警告 地球大气氧含量或回到24亿年前 那么你知道吗 数亿年前的地球上几乎没有氧气的存在 那时的生物是如何生存的呢 究竟是发生了什么 让我们如今可以自由呼吸到带氧的新鲜空气呢 数亿年前的地球大气层基本上没有氧气的存在 原始大气中充满了甲烷和氨气这类还原性气体 整个地球如同一个蒸笼完全笼罩在放大版的温室效应中 由于还原性气体的大量存在 地球上的燃氧菌得到繁盛发展 而耗氧生物存活受到限制 因此并未出现大规模的造氧 直到38亿年前 原始海洋中的涅含量开始降低 因而依赖涅的甲烷细菌啊 也急剧减少 没有了还原气体甲烷的破坏 大气中的含氧量大幅增加 产生氧气的生物呢 也逐渐壮大起来 早期海洋中细菌和藻类开始陆续出现 最为我们所熟知的蓝藻呢 便是其中之一 蓝藻是一种可以进行 有氧光合作用的大型微生物 可以产生大量的氧气 随着蓝藻的繁盛 甚至在一定时间内 为早期海洋生物的繁衍和生存 提供了必要条件 此后啊 无脊椎动物 蕨类 鱼类的出现 越来越多的耗氧生物 加入到光合作用的队伍中 地球上的氧气含量 开始快速增长 直至23至24亿年前 大气的含氧量 竟然达到45%之多 这也就是远古历史上的 大氧化时代 随着时间的推移啊 加之地球的氧气含量上涨 地面植被呢 如同得到号召一般 开始疯涨 通过光合作用 为大气环境输送氧气 地球啊 逐渐进入一个复氧状态 又经过漫长时间的演变 地球啊 开始有了生物生存的基本条件 到了三叠纪时期 我们所熟知的恐龙 开始大量繁衍 地球如此富氧状态 也给恐龙和一些爬行生物啊 提供了风食的生存基础 以至于那会儿呢 出现了比人还高的蜻蜓 比楼还高的恐龙 这种巨型生物 但相调于那时候 45%的大气氧气含量 如今地球氧气含量却基本稳定在21% 这中间又发生了什么呢 氧气是一种兴致十分活跃的气体 这也决定了它的含量啊 不可能一成不变 据资料显示 恐龙出现在中后期 地球上呢 发生了好几次大范围的火山喷发事件 这些火山呢 将地球内部的各种物质喷发到地面 例如呢 一些还原性极强岩石 气体等物质 这些物质长期处在 地球内部的缺氧环境中被喷发出来后啊 接触到外面的氧气 都急于氧气结合反应 于是呢 在一段时间内啊 连续不断的火山喷发 不停地向地面补充氧气消耗物 自此地球的氧气浓度 才开始逐渐下降 有人说这也是恐龙灭绝的原因之一 后来呢 又经过几次生物大灭绝 以及十分漫长的演化过程 氧气含量终于相对稳定在 如今我们所知的百分之二十一 那地球的含氧量是越高越好吗 如果人类失去氧气将会怎么样呢 地球文明的明天在哪里 如果地球上的氧气瞬间消失五秒 地球会怎么样 有人说 这就是个愚蠢的问题 我憋气五秒不就好了 然而在未来 这一切似乎会变成现实 我们已经知道 大氧化时代 大气含氧量 已经到达百分之四十五以上的超富氧状态 而在大氧化状态以前 地球的含氧量甚至不足百分之一 那氧含量是越高越好吗 还是说越低越好呢 答案都是否定的 如果地球氧含量如同二十四亿年前 数值过低 人类动物很快就会窒息而亡 对于目前的地球生物来说 大部分都已经进化成为耗氧生物 需要时刻依靠氧气存活 如果氧含量过高 这些耗氧生物极有可能会大规模灭亡 氧气具有的氧化性 也会大大缩短这些生物的寿命 即使有小部分快速适应复氧状态 也会在这些生物的体型特质上产生巨大变化 对人类造成威胁 而对于人类和动物来说 当长期吸入的高浓度氧气 会出现最氧反应 也就是人类无法适应高浓度氧气环境 会出现与最久类似的反应 这种情况下 如果无法及时进入低氧环境 人类会因吸氧过度而中毒 甚至直接死亡 另外我们都很清楚 氧气是一种非常好用的助燃物 高浓度的氧气环境 会更加频繁地引发各类山火 而这些山火所产生的二氧化碳 则会进入大气 加剧温室效应 因此形成一系列的恶性循环 加速人类走向灭亡 说到这里 我们不得不思考 为何日本东京大学和美国 佐乔治理工大学的顶尖科研团队 提出的理论说 地球将会遭遇轻覆性的灾难 重回24亿年前 地球未来的大气含氧量 为何会下降 其中很重要的一环便是 太阳对地球的辐射加强 温室效应不断加剧 想必我们对温室效应这个词语 并不陌生 这是人类进入工业时代后 煤炭石油天然气等物质燃烧后 所产生的二氧化碳 和各类气体进入大气 所造成的 在大气层的笼罩下 地球仿佛进入了一个温暖的花房 而太阳未来对地球的辐射 将会越来越强 会导致地球上的氧气 和二氧化碳急剧减少 植物产生氧气所需的原材料 二氧化碳减少 植物所能排除的氧气 也就越少 耗氧生物数量也会随之减少 而随之而来的 是数亿年前 已经陷入死寂的厌氧生物 氧含量越低的环境 越是它们生长繁衍的天堂 大量的艳氧菌出现 代谢过程中将会释放出 大量的甲烷气体 而甲烷越多 又会进入加剧 温室效应 大气中氧气和二氧化碳含量 也就越发减少 地球呢 也会回到 24亿年前的超低氧 无生命存活的地域状态 就目前地球的情况 全球变暖 已经是所有人口中的老生常谈 北极融化的冰雪 无家可归的北极熊 澳大利亚连烧四个月的山火 背火点燃求救的袋鼠 南极洲上因为污染 冰雪消融 抱在一起瑟瑟发抖的企鹅 种种都在提醒着我们 我们离那个噩梦般的未来 越来越近了 根据科学家的预测 这一切将会发生在十亿年后 那接下来的时间里 人类还能做点什么呢 有人说 也许我们可以考虑 人工造养这个办法 电影《2067》中 就有这个情节 人们在极具缺氧的环境中 研发出了人工造养的技术 氧气在那个时代 成为了一种求而不得的奢侈品 但是对于整个地球来说 人工造养所能提供的氧气量 又能满足多少人 满足多少生物呢 也许真的会有那一天 但这似乎更像是一种 仅存在于想象里的办法 也有人说 既然数亿年前的蜻蜓 那些耗氧生物 都能净化适应地球 氧气浓度的变化 存活下来 那人类为何不能进化 去适应环境呢 只能说 对于人类这样机能复杂的 生物来说 要想进化到 能在超低氧环境下生存 恐怕需要付出 巨大且漫长时间的代价 也有人慎重思考后提出 我们可以加快太空 探索的步伐 在浩瀚的宇宙中 肯定不止地球一个 这样特殊具有 孕育生命能力的星球 只要我们找到它 实现地球生命 迁徙外星 或许那又是一个新的开始 当然以上这些 有的是我们科学家 目前正在研究的问题 也有的也许难以实现 再造地球 这本就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如今地球环境的恶化 已经是一个难以挽回的大趋势 但只要有一线希望 我们都不能放弃 依旧要在有限的时间里 用最大限度 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而我也相信 在将来 人类终将会找到办法 活下去 因为这不只是整个人类文明的延续 这更是这个特殊的星球 地球文明的传承